如果你在王者一分不充 截止到目前为止 能兑换多少款皮肤 那么今天就跟着鸟哥一起来盘点一下 首先主页简开对战练习场 主要有的测试奖励 如果你的测试积分达到80 会领到一个英雄海认证 追击皮肤宝箱 里面有紫霞仙子 节奏热浪 街头霸王 曙光守护等 或许条件就是 完成每个英雄的熟练度任务 然后就是成就奖励皮肤 点开头像 荣誉成就 查看所有奖励 当你的成就达到30级后 会得到敌人节的阴阳师皮肤 如果你的幸运分等级 常年保持在5颗星 还会得到敌人节的阴眼统帅 收徒获得皮肤 获取条件又是收几名徒弟 并且徒弟完成任务 就可获得名士底 名士该达到相应的等级 就会有相应的奖励 如果你的名士等级达到6级 会得到老夫子的圣诞老人 在战队系统里 点开战队主页 下面这个商店 再点开兑换商店 可以用战队勋章兑换 高剑离的死亡摇滚 跟太乙真人的华丽摇滚 战队勋章 每周打战队赛就能轻松获取 点开头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你获得战定币可以兑换史诗皮肤秘宝 随机获得下方的奖励 这就比较看运气了 反正鸟哥当时抽到了苍穹之光 排位挑战 当你每个赛季达到王者25星 或者巅峰赛1575分的时候 就能领取一款免费的赛季皮肤 赛年皮肤 如果你之前赛季没有达到相应的条件 每个赛季就可以进行充能 充满四次可以兑换一款赛年皮 还有就是全国大赛限定皮肤宝箱 也就是中文艳的王者之锤 在当前赛季获得世纪上的冠军即可获得 剩下就是你们平常活动 赶到皮肤碎片 还有皮肤出场卷获得的商城皮肤 一般质量都不法利 只有史诗皮肤才值得兑换 但文字腿再小也是肉 所以就算你是威灵一毛不冲 到现在为止 也能白翘翘王一百多款皮肤了 但是问题来了 真的有这样的玩家吗 如果有 可以后台私信有个 咱们下期直接安排 史上最强威灵玩家 高风 小 booth 还 extra 臭 给